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αβ是一圓二四方程式的兩十根 那麼他問這兩十根的平方和 它的最大值多少 因為他沒有限制說αβ是不是不同 所以我們假設這兩十根可能重根 如果他有兩十根的話 那麼他的判別式的話 就是要大於等於0 等於0的話就是重根 這判別式 這是等於的話 b 平方 b 平方是k-2的平方 b 平方-3c 四倍的k平方 加3k 加5 這個要大於等於0 那這樣他就有兩十根 可能重根 好 那我現在把它畫減一下 這平方向有一個 這四個 就是-3k平方 他再一次項畫這裡有-4 -4減掉呢 是32 所以是減掉16 k加長數 4減多少呢 20 所以是減16 這個大於等於0 所以你再給他加個正號 他就變成了 變成小於等於0 那我們看容量因子分解 3144 12加4剛好16加加 所以可以因子分解成多三呢 3k加4 k加4 小於等於0 所以我就曉得 k的話呢 k的話我再讓你小於等於1 三分之負四 大於等於負四 好 在這個畫圍底下呢 我們要求這個最大值 好 這個α 兩根之和 兩根的平方和 等於多大呢 等於是α加β 平方 減掉兩倍的αβ α加β 兩根之和 就a分之負一 就是k-2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話 A分之c 就是k 平方加3k加5 好 那這樣的話 我令這個叫做fk fk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我把它拆開來 這個平方向有一項 這是-2 1-2是負k平方 一次項的話呢 是-4 這裏叫-6 所以說-10 這就是-10k 再加常數項 4-10 這有4 4-10 4-10是多少 4-6 4-10 5-6 這個是f對k的二次函數 它是拋線 然後碗口呢 向下 所以它會有最大值 但是呢 它是把範圍限制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對一個拋線而言的話 它在哪裡還有最大值呢 當k 等於多少 2a 我們是負B 2a 我們是負B 10 就是負5啦 在負5那邊的話 開來那個最大值 那也就是說 現在的話 現在的話呢 這個是 k的話我也是在 3分是負4 它跟那個 負4的地方 啊 現在這個拋線 它在負5這裡 它也最大值 所以拋線畫起來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現在的話 範圍是限制在負4 跟 限制在負4 它跟這個呢 負3是4之間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它是嚴格遞解 所以它最大值的話呢 是在負4那個地方 也就是說 它的最大值 這裡是負 它的那個最大值 就是 阿化平横加上負4 它的最大值 是等於k給它帶負4 k給它帶負4 那k帶負4多少 這是46 負16 負16 加多少 負10乘負4 40 那再減6 所以 40 減22 這18 所以最大值 是18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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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